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 粤剧名领 李宝盈的戏剧人生 李宝盈的组织是广东信德 1938年出生 在香港出生 中学时 他就读于家乐撒圣方祭国书院 李宝盈早年读书相当聪明 尤其是喜欢粤曲 经常在课语时 学习粤曲 1949年 李宝盈的爸爸 帮他报名 加入了南华体育会 所开办的中学训练班 成为了这个训练班里面 最年轻的学员 并且得到了音乐家 曹超豪的提睿 所以 李宝盈 加入了训练班之后 无奈 就成为了 南华会 中乐组的台主 李宝盈 经常翻唱粤剧名领 方艳芬的作品 在一次南华会举办的游艺会中 音乐家曹超豪 邀请了李宝盈去演唱 演出大获好评 结果有不少音乐社团 就纷纷邀请他 参与播音和演唱的演出 在1950年 当时年纪刚刚12岁的李宝盈 就以播音小姐的身份 正式出道 在香港广播电台 中文台 和香港丽的呼声 来播唱粤曲 除了 播唱一些方艳芬的作品之外 当时的李宝盈 他的首本名曲 就是由他的音乐师傅 柴超豪亲自作曲给他唱的 《情劫》这首歌 在1950年6月18号 南华会 位于阿公岩的游泳棚 举行开幕典礼 这个大会 邀请李宝盈出席演出 沿南华会成为中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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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合唱一曲 由他师傅柴超豪新作的名曲《唐明王游月典》 在这个开幕典里面唱出 在1950年代李宝盈和黎文所钟丽庸 分别以《善唱》、《粤剧名龄》、《方艳婚》的《方康》、 《何非凡》的《樊康》和《红线女》的《女康》 在乐坛和歌坛上挖起 他们三人获得戏曲戒合称为《艺坛三宝》 当中李宝盈擅长唱《方康》 所以他有《小方艳婚》或《新方艳婚》的美语 而另一方面黎文所 因为他擅长《何非凡康》 所以他有《小何非凡》的称号 而钟丽庸因为他唱《红线女康》 唱得相当好 所以就有《新红线女》的称号 他们三人在1950年代经常获得安排一起工作 包括灌录唱片、上电台播唱乐曲、公开演唱 甚至也有时一起参加电影演出 他们三人的合体首场公开演出 就在1953年上环高声器院登台表演 1954年至1954年 李宝盈参与了 由《丽的呼声》和《丽的呼声》日报 合办的播音帝后选举 李宝盈参与了 李宝盈参与了多轮比赛后 获选为《播音皇后》 而另一方面 江平获得了《播音皇帝》的称号 在同年1947年第二届第二届香港小姐冠军 吴丹奉正在拍摄一部粤语片《人结人缘》 于是乎吴丹奉邀请李宝盈 获封了播音皇后 邀请他们《艺坛三宝》三人 一起参与这部电影 即是一起参与《人结人缘》的电影拍摄 这部电影也成为 他们三人首次合作拍摄的电影 此后一直到1956年间 《艺坛三宝》三人 即是他们《艺坛三宝》 曾经合作参与拍摄过十多部电影 邀氏公司也曾经邀请他们三人 去到星马一带登台表演和拍摄电影 今天和大家分享李宝盈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告一段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 点赞和订阅 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李宝盈的戏剧人生 今天就拜拜 下次再见